下禮拜二就是中秋節了 那么如果要送礼的话呢 相信大多都已经寄出了 我们现在在的是内湖游职 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很多的包裹 其中像是文蛋月饼 这些中秋限定的包裹 都挤满了邮件处理中心 那根据了解 今年中秋节 全台大约有28万件的包裹 比平日多了五成 也让包裹整理人员 每天都要努力的来赶工 那么如果您是要送礼 还是没有寄出的话呢 因为明天就遇上周末假日了 中华邮券有提供 这样的快捷服务 周六周日都可以运送 只要在早上十一点前寄件 当天就可以送达了 所以如果有急需的民众 都可以多加来利用